肃清剛剛看到的是川普連續幾天 重批WHO 但是事實上美國的疫情現在 也還在延燒 白宮也點名了三個地方 可能是他們未來新的熱點 包括他講的是DC 還有巴爾蒂摩跟費城 那究竟這三個地方 為什麼會是他認為 下一波必須要注意的地方呢 因為他認為說他現在的上升曲線 跟紐約很類似 所以值得必須密切注意 其實除了這三個地方之外 如果大家看美國的檢測的陽性率 你會發現有些州也是特別 值得繼續關注的 因為美國現在整體 他們的檢測人數 已經超過了200萬 那陽性率有大概兩成 也就是說他每檢驗100個 大概就有20個是陽性 可是其中最嚴重的紐約 他大概他的陽性率有四成 他檢驗36萬有14萬是陽性 所以比方說他幾乎來的人 每10個就有4個是確診的 顯然就是說可能 說不定潛在的感染者 可能是更多的 可是如果再往下看 就會發現有幾州呢 他的陽性率也超級高的 比如說在他旁邊的紐澤西州 紐澤西州呢 檢驗的人數大約10萬人左右 他一樣有4萬7千人的確診 所以他的陽性率也是快要一半 所以是不是有其他 因為沒有檢驗而被忽略的 無症狀感染者或輕症 這也值得注意 所以紐澤西州 他的現在的狀態 有沒有可能比他所出現出的 真正確診數還要嚴重 也值得觀察 那其他陽性率很高的區域還有什麼呢 比如說包括呢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 靠大證 比如說像密西根 那密西根州呢 他的陽性率也已經超過三成 6萬多的檢驗 可是有2萬的確診 還有包括的路易三納州呢 他的陽性率將近兩成多快四分之一 所以其實雖然說我們可以看到 紐約州的成長是在趨緩的 可是呢其他州的狀況 陽性率這麼高的狀況 是因為檢測還沒有普及到其他州呢 還是說因為大家想說 我沒有症狀在家裡 所以政府也不建議檢測 沒有檢驗出來可以持續觀察 重點來的就是說 當這幾個州呢 持續可能成為熱點的情況之下 美國他們還是考慮說 要逐漸的開始想說下一個 下一步是什麼 可能要逐漸是不是要解封 就開始可以活動 可是他們昨天講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說我們可能要計劃開始重啟我們的生活 可是這個不會是像開關一樣打開 或關上這麼簡單的事 也就是說即便是未來 他們逐漸的開啟正常的生活 也不會是真正的正常 他只能有一部分的流動 他們還在想這個到底要怎麼做 顯然他們也沒有把握說 我一下子就像電燈開關一樣說 開了好吧 大家就放出去活動 因為畢竟現在的感染率佔全人口 還是一定有一定的限度 所以他接下來怎麼樣迎向正常生活 還有很長的一段路 好